我今天希望把 因为如果假设用刚刚的方法 变成你要一个一个查 这个查完 性别再查年龄 年龄查完再查教育程度 那你其实可以把第一个跟第二个 把它稍微再变更一下 其实这个我把这个稍微 这个名称删掉好了 这个可能年龄跟性别 我待会再重新再做一遍 因为这个蛮多 考试可能你们自己要重新定义 然后你将来查的时候 这边一样用V多函数 那指向的话一定是查 这个前面这个的C2 那这个范围的话 就是当然如果没有定义名称的话 你便要选这个范围 所以是清单里面的D2到E5 这个范围 那因为待会会向下填满 所以要把2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5的前面呢也要加前的符号 因为向下填满它会自己加一号 加1的话变成范围跑掉 这个范围不能跑掉 要固定 那一样嘛 这个把它向下填满 那就做了一个两个 那再来教育程度职业 其实理论上 就变成你要用V多函数继续查 那别人要查十几次 很浪费时间 所以呢 当然这一题啦 如果你实在是不会用英德瑞茨 说真的 你变成后面一直到哪一栏 到欧栏这个 那其实马上会时间的 理论上应该是12、13、14、15 应该是总有14栏 你变成要做14次 那假如说你会用英德瑞茨的话 那这个就简单了 那主要呢 你要必须比对这两个 尤其是清单的部分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有已经有几个清单 像性别、年龄、教育程度 等等的清单名称 刚好跟上面的栏位名称 一样的话 那我就可以用英德瑞茨来做 那首先第一个 你需要把后面这些清单 全部定义好 定义的方式 就是我前面讲过 就是把上面的名称 这两个字有没有 一般习惯是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呢 在选取你要定义的名称 把它这个名称贴上来就可以了 Ctrl V 贴上 那记得贴上都按Enter 那意思就是说 这个范围 它就叫这个名称 年龄也是一样 所以把年龄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这个范围就是我要改的 所以以后呢 我如果给一个名称叫做年龄的话 那这个年龄指的就是我现在选的这个范围 反正用名称代替范围的意思 那如果要把这个范围抓到那个地方去的话 那就要用In-direct OK 好 那后面都一样 其实这个因为上个礼拜我都已经做完了 所以这边应该有14个范围名称吧 那当然如果假设了你要确认的话 你其实可以在名称管理员 公式里面先看一下 刚刚定义的 那最怕就是说你将来 做完之后发现有几个地方出错 你可能要检查一下 你定义名称是不是有定义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 那你就要先修正 那怎么修正很简单嘛 比如说性别 点下面就是它的范围 那如果是你好像同学选错范围 选到别的地方 没关系你再把它选正确 那这边可以打勾就可以了 再把它重选 选完按打勾 它就修正了 OK 好 所以哦 如果我希望一气呵成的话 第一个我需要定义好名称 好第一个step 第二个的话呢 那我再切回到这边之后 把刚刚的公式稍微修改 那修改的地方呢 主要是针对 这个公式里面的table array 那也就这个table array 基本上呢 就可以直接用什么 用indirect来代替 那代替的方法 首先先把这个底下这个公式先删掉 因为我只要留下这个 不然等一下要向下 向右向下 它会因为有这个公式而造成它没办法直接点两下下 直接就是拖到底了 所以我就把刚刚做的先删掉 所以我就把刚刚做的先删掉 只留下原来这一个 第一个 定义好名称哦 接下来我们要改动这边的公式 那改的方法 一游标放这边 然后二的话把table array这边改一下 delete掉 那要输入一个公式叫indirect 所以这个可能 我是建议啦 最好你这个可以稍微背一下 indirect函数 然后钱瓜糊 接下来的话跟他讲说 我要抓的名称哦 特别主要给一个名称 那个名称是根据什么 根据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工作表的这个栏位名称 所以你只要在里面跟他讲说 不过他会自动帮你加这个工作 这个不用 把它delete掉 反正indirect的钱瓜糊 然后后面跟他讲说 我的那个名称就在B1这个储存盒 所以你直接给一个B1就可以了 然后后刮糊 这样就OK了 那你说老师那需不需要再给那个什么 刚刚那个跳出来的那个问卷调查刮糊 不用啊 因为你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工作表 你干嘛还要再讲一下说 你在哪一个工作表 你就在这里就对了 所以哦 比如说你现在已经在原子大学好了 你就不用讲 你说我在武馆 大家就知道 可是问题如果 假如你别人不在原子大学里面 你就跟他讲说 我在另外一个学校的武馆 他才会知道 可是如果大家都知道 那就不用讲 因为你目前就已经在这个工作表 好 那接下来 你按确定之前 可能要再思考一个问题 会不会有可能你向右拉的时候 那应该要变动什么 比如说Table Array这个 向右填满的时候 他的蓝号会自动加一蓝 意思是说B会变成C C会变成D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向右拉的时候 你会发现B1会变成C1 C1 对没错 因为这边刚好要查的是年龄 所以刚好要Match 所以你向右拉的时候 这个前面要不要加钱的符号呢 千万记得 千万不要加 因为你一加 被人全部都查年龄的资料了 所以不要加 那后面这个1要不要加 因为等一下会向右拉 拉到底 那会不会向下拉 会耶 那可是呢 你的那个名称是不是都在第一列 对耶 都在第一列 所以记得 你这个1前面 一定要再加一个什么 钱的符号 如果没加的话呢 那很抱歉 你就做不到 所以最后最最最关键的 其实这一题公司虽然不长 但是最最最最难的就是这个 Indurates 刮虎 B 然后钱的话 以这个可能要特别特别小 如果你这个OK的话 我想应该这一题就不是太困难了 OK 其他应该都一样 反正这个是查前面一个工作表 然后这个一定是查第二栏 要不要找接近的不要 OK 最关键这里 所以这个如果OK的话 其他应该没问题 好按确定哦 看一下结果 如果结果OK 那恭喜你 那再来最后关键就来了 公司OK 你向右拉看看 要不OK 到欧蓝这边停一下 放开 诶 有没有全部查完了 诶 全部查OK 那在底下的话 你就快点两下 这样就全部查完了 哇 那真的太方便了 有没有 一下要全部查完 可是如果你假设 你如果不会这个方法的话 当然你就要变成说 你一个一个慢慢查 那太浪费时间 你要查14次 那如果会用In the Rates的话 只要一次就完成了 OK 那这个题目啦 最难的在这边 所以哦 必须要配合In the Rates 再配合什么呢 这个定义名称 所以这个可能要自己多多演练 这个跟前面的那两题不太一样 强调的比较是属于如何透过清单把需要的资料查出来 好 那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总total就占50分 所以哦 这个可能就是看起来没多少字啦 但是这个就50分 那50分里面其实还有清单部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还有名称管理员 你也不能做错 OK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哦 VBA的部分哦 因为我本来想说这一题要考VBA 但是后来考虑到这一题的公式已经很复杂了 所以最后啦 其实你只要把这边再录制下来就可以了 所以请各位参考一下那个前面的上课啦 就是最后呢 做出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清除聚集 一个按钮是再把结果给呈现出来 反正这两个就好了 那做法很简单啦 做法就是录制聚集之后 再变两个按钮 所以一样啦 你可能要自己再把那个动作彩排一下 因为刚刚是一游标放这边 有没有 游标放这边 二的话呢 在上面打勾 然后再向右向下 把它填满 那你用开发人员录制聚集下来 录下来之后的话 再把它插入按钮就OK了 然后清除也是一样 清除是 清除比较特别 清除可能就是游标放B2 所以你要一游标放B2 二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按Delete OK那一样呢 把这个动作录下来之后 那变成按钮 然后让它可以work 有没有 像这样的 按一下这样 然后这样 OK 那记得最后做完之后 还有一个重点 因为这一题不用自己写 可是呢 你需要自己把这个 有没有 这些什么呢 它可以把这个 注解加上去 所以这个注解是必须要加的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在云端白板上面 有录制的原始码在这里 OK 所以其实 我这个是我们之前 这个地方 我用这个来给各位看 所以你录完之后 请你在上面加这个注解 比如说我做了四个动作 一游标放在B2 二的话呢 输入公式 三就向右填满 四向下填满 所以会有四个动作 那你们就是把 注解再加上去 那清楚也是一样 游标放B2 Ctrl 应该这边应该加一个 Ctrl Shift向右吧 Ctrl 这边应该加一个Shift 加上Shift 再加上向下 Ctrl Shift向右向下 这边一样 OK 然后按下Delete就是 等于是那个 清除了 OK 那最后再增加两个按钮 这样子 这一题 就算完成了 那因为这一题 后来我其实是有讲 就是说 怎么样让那个 这个VBA 更精简 不过后来 有同学也 有传那个FB有问我 但我是觉得后面可能 就会比较复杂了 所以其实你大概做到这边 我都算你已经算OK了 所以这个地方等于就是 比较简单一点点的 就是你只要录制聚集 所以将来的话记得 你们反正就录制好聚集 然后把这个上面记得加上注解 如果没加注解 那等于你没有算真的完成 所以我可能只会给你一半的分数 注解 算是这一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并且加上两个按钮 所以这个 叫做问卷调查聚集 清除聚集 然后旁边再加上两个按钮 这样的话呢 就等于这一题就完成了 这个 然后对应到就这个 问卷调查聚集 这个就对应到清除聚集 那好处就是说啦 以后如果你工作上面都已经录制聚集 你就按下它 这样就OK了 那如果你要再重新再把它清除的话 再按下清除 也这样就OK了 那当然啦 因为我在云端上面除了有那个 这个 注解之外 其实底下有一个什么 精简后的程式嘛 上面是没有精简 下面有精简 那你说老师 如果我想要精简 可以啦 如果你反正你多做 反正我就 斟酌多看 不过满分就一百分啦 顶多就一百分 那如果说你可能 别的地方可能没做对 我可能就是 你有多做的话 可能就斟酌再给你一点分数吧 不过 要怎么样呈现 你可能自己再斟酌一下 反正最后做到这样子 就完成了 OK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那下一个星期的话 原则上就是 十一点十分我们开始 所以你们 就先到云端上面 我刚刚已经有把 那个座位表 放在云端白板 云端上面了 所以你可以在云端上面看到 一个其中考座位 然后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那个 这个相对位置 门在这边 然后讲台在这边 你们可以 自己再看一下 你到底坐哪里 好